大家好,我是加勒美出国的老家梅子 今天是2021年的12月16日星期四 刚刚应该是今天早上没多久的时间 我们看到了2022年美国职业移民和亲属移民的排期 亲属移民其实没有什么可讲的 按照排期走等就好了 每一个时间都不短 所以说如果你的希望只是亲属移民的话 那就递交申请去等就好了 重点我们讲一下 对大部分人适用的职业移民的排期 我不用去看这个数据 为什么呢 因为2022年1月份的职业移民的排期 不管是表A还是表B 都除了EB2前进的21天以外 其他的所有的排期全部都没有前进 全部是停止 所以我们在公众号上说 美国移民局是不是这个圣诞节放假了 因为他的这个2022年1月份的排期 全部都没有前进 全部都没有前进 但是不意味着说 在2022年即将到来 还有半 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2022年即将到来 美国的职业移民就没有 就没有机会 我认为还是有机会的 那关注美国移民的朋友们 在EB1到EB5 这些维素不多的产品里面 去挑一个自己适合的产品 其实既简单也不简单 但是因为就那么多食品 你总要选一个吃 对吧 好 EB1我们 所以我们不用去讲EB1毫无疑问 EB1A和EB1C 这两个产品是金牌 金牌的这个金牌产品 毫无疑问 值得继续去重点关注 除此之外 由于疫情的影响 疫情的影响 这个美国也好 或者说全球的这个 非技术的这些 低技术的这些劳动力 劳动市场呢 人口出现了激增 很多人都躺平 所以说工厂肯定是 难以招到大规模的 持续的愿意来工作的工人 那大家都觉得 这个事情又low 对吧 又苦又脏 我干点什么不好 我不靠这个来生存 所以不光是美国 中国都出现了 全球的这个低技术的 劳动力短缺的这个情况 所以在未来的三年 我认为 其实不光是美国的EW3 包括加拿大的这些 比如说像我们推的这个 龙虾处理工 这些CD类的岗位 那么它都有更强的说服力 来告诉 告诉美国的这个 这个移民局 或者是加拿大的这个 劳动发展部 对吧 告诉他们 我们缺低技术的理由 那就是因为在当地 招不到合适的 这个低技术的劳动工人 所以说我们认为 同时这是一个部分 同时EW3 它的排期在表B里面 从12月份开始 就进入到了 加快了很多 提速了很多 它到了2015年 达到2015年 它的表A还是在2012年 所以不知道为什么 它的表B 一下子快这么多 同时我们注意到 在那个 就是排期的下面 有一行小字 已经连续几个月出现了 那么我其实是近三个月 才去关注这个数据 关注这个小字 上面写到关于EW3 有一个什么宏都拉斯的 一个什么法案 那之前说的是 每年将会减5000个人 但是呢 从2022年开始 将会减少150个人 所以说EW3 它正常全球的这个 名额是有一万个人 但是然后每个国家 每个国家大概有 百分之几的一个比例 应该是7%的比例吧 所以说中国应该来讲 是700个人吧 一年的货批比例是700个人 然后这一万个人里面呢 过去的若干年里面 过去的若干年里面 它都是5000个 就相当于减了5000个 所以应该是有5000个人的比例 所以每一年 我们每个国家 也就只有350个人的一个规模 就是这个申请的 这个能通过的 能350个人 能拿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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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绿卡 获批的 只有350个人的名额 其他人一起通通排队等 那从2022年开始 它的这个 就是说 它的那个名额减少150个 那相应来说什么呢 就是说 其实EW3 它的名额是增加了4850个 也就是说 我在分析 EW3 为什么从上个月 到这个月开 两个月之间 它的这个排期表B 突然从2010年 2010年 本来是2010年的 现在突然提速到2015年 那我认为一个是名额增加了 所以让这个排队就是加速了 那么我们还要往后看 如果像这样不断的 已经前进到了2015年 那对于我们很多的 这个EW3申请人来讲 是一个非常好大的利好消息 好的 所以我认为 在2022年 即使我们现在看到的 一月份 就是职业移民排期 没有 完全没有前进 这样一个状态下 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机会 一 就是EB3 对吧 EB3的 也就是一个是EB1 第二个是EB2里面的NIW 它就是相当于是EB1的一个 EB1C的一个 EB1A的一个缩小版 然后EB3里面的技术和非技术 因为招不到人这个事情 目前看来是非技术 但其实技术类的也有可能 很难 难以很快速的招到合适的人员 所以说EB3的技术和非技术 就通通都招不到人 包括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知名企业的 这个以IT类岗位为主的一些真实的一些雇主 雇主的那个招聘的一个猎头的工作 那主要是招募的是在本地有H1B签证 或者说你是有这个OPT 或者你是有美国绿卡或者美国公民 这样的一些人 那你可以来做我们的这个 包括你有E2签证也是OK 可以来申请的 因为他不申请移民 只申请 只是一份真的工作 但是你如果做的好 也可以跟雇主谈移民 这个也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现在是E2签证的话 对不对 所以整个的一个用功荒 EW3和EB3 就是EB3的两个产品 我认为都是有很大的一个机会在里面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EB5的直头 因为EB5的区域中心它长期长期没有 它如果迟迟不出来 那么EB5的直头仍然会看到有很多的机会 我们不确定EB5的区域中心 到底明年二月份还是几月份出来 现在什么消息都没有 所以说短期来看 EB5的直头也还是有很大的机会 而且我们看到一个数据 在2021年最后一个季度 EB5的申请 I526的申请突然激增了400多人 那他们都是一拥而至 拥向了这个什么 就全球的这个申请人 拥向了这个EB5的直头 所以可以看见 EB5直头未来它还有很多的目光 期待和集中在这个地方 好的 这是加勒美初的老加梅子为您带来的 关于2022年1月份 美国职业移民排期的一个解读 感谢您的收听 如果有任何关于移民留学 海外投资签证和海外这个工作 各种事情 欢迎联系我们加勒美出国 我们的客服微信 仍然是18186129682 18186129682 再见